12月12号杭州湾环线高速公路海岩枢纽附近上演了惊险又疯狂的一幕 一辆重型集装箱半挂车竟然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随意停车 紧接着逆向行驶 公共视频显示半挂车在应急车道上停车后 驾驶员先是下车跑到车头前停留了几秒 回到驾驶室后竟然开始在高速公路上掉头逆行 这一幕恰好被高速交警指挥中心的民警视频巡查发现 民警把视频拉近后还发现半挂车前车牌的一部分被遮挡了 鉴于驾驶员这一系列疯狂操作严重妨害了其他车辆的正常行驶 高速交警立即前往拦截查处 驾驶员 当时是用什么东西把那个支给起来的 没有迫护 啊 有迫护 那布呢 扔了 扔了 果然 前车牌是被马某故意遮挡的 先前马某下车走到车前 就是去遮挡车牌的 为什么要遮挡号牌呢 啊 你没看见 遮挡完号牌以后 然后你怎么样 然后我掉头来 马某据说 开车快二十年了 是一名老司机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明目张胆地违反呢 他应该开车面 应该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告诉路上的规矩还不懂啊 那那个布置挡号牌 你是怎么想的啊 那是怎么形式的 为什么会这样掉头去了呢 我认为走错了 那怎么说 你掉头 你掉头你知道 你肯定知道不对的了 后来你不会去挡号牌了 为什么知道不对的还要去干呢 在前面所有人掉头 简简单单的事情 为什么不做呢 最终 马某因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 以及驾驶机动车在高速上逆行的违法行为 被合并处以罚款400元 驾驶证继24分 你那个积分啊 涉及到继满12分了啊 然后这样呢 你这个就是 在一个积分周期内 积分的话达到12分的违法行为了啊 所以你的那个驾证呢 于占扣了啊 然后的话 这个的话就是 你继满12分了 降级了 就是说你 我们会注销你最高准驾车型 多开几公里去收费站掉个头 就能解决的事情 马某非要违法操作 这次算是教训深刻了 记者段颖颖 编辑报道